从远古时期 人类就开始使用投射武器 其中最早的毫无疑问 肯定是丢石头 这项古老的技能 直到今天仍然十分有用 我想大家都有过丢石子的经历 回想一下 在丢石头的过程中 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些偏好呢 比方说 我们会偏向于选择那些 比较圆滑的鹅卵石 向斜上方抛去 诶 等一下 如果我们要准确击中正前方的目标 为什么要向上斜抛呢 还有 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用一个45度角 来达到最大的射程 但有经验的炮兵会告诉你 一些大口径火炮 最大的射程角往往超过了45度 举例来说 人类历史上射程最远的火炮之一 巴黎大炮 它的射程超过了100公里 却使用了一个55度的大角度 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自然界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例如 北极湖在捕猎的时候 就会高高跳起 一头扎进雪地里 来寻找藏在雪堆下的食物 那么 为什么它不能直接钻进雪里 却还要跳起来呢 这些问题 有的听上去十分无厘头 有的听上去很奇怪 但其实背后藏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 那就是弹道学 更准确地说是外弹道学 急着打猎回家做饭的原始人们 可能没意识到这个弹道问题 但仙民们在狩猎和生产的实践中 却逐渐开发出了一系列的投射武器 目前最早的头毛 出土自德国舍宁根 距今已有40万年左右的历史 而最古老的弓箭 出土于南非的西部都东穴 也有着6万年左右的历史 投尸所出现的准确时间还没有定论 因为仙民们的投尸所 往往是用麻绳等材质编成的 这些纯天然材料太环保了 结降得很快 因此目前出土最早的投尸所食物 也只有一万多年的历史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作为一种优秀的投尸武器 投尸所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在公元前 西亚的牧羊人就开始用这种武器 对付狼之类的野生动物 它甚至成为了大卫的标志性武器 出现在它和格利亚的大战争 而投尸所的极大成之作 就是木棍投尸器 这种投尸器的顶上 有个一端可以划开的布兜 它的用法也很简单 就是把木棍背在身后 然后举过头顶用力向前甩 就可以把布兜里的石块丢出去 不过呢 通过比较投尸所和木棍投尸器 我们会发现一个小问题 那就是虽然木棍投尸器出现的比较晚 但是在威力上似乎并没有更大 它的射程和普通的投尸所相似 投尸的石块的重量也没有相差很多 那么木棍投尸器到底哪里更好了呢 答案就在弹道上 相较于投尸所来说 木棍投尸器更容易实现陡峭的高炮弹道 这一点在打击掩体后面的敌人时更为有效 而随着人类进入文明的时代 一座座坚固的城池 催生了模仿投尸器设计的扭力投尸机 这种武器结合了弩和投尸器的原理 用麻绳蓄地的方式代替了人手 并且可以做得十分巨大 从公元前的罗马时期 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后期 投尸机一直是各国军队中最重要的工程器械 但是投尸机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余是体积庞大 搬运不易 对于大型投尸机来说 基本上只能依靠现场组装 因此在古代战争中 军队中往往会有木匠和石匠 为大军就地取材 制造工程器械 而另一个问题则更为致命 那就是投尸机他打不准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 因为制造投尸机的材料 都是新鲜砍伐开采出来的 不同地方的石头和石材特性不同 造成投尸机往往只能打个大概 经过几次调整之后 能勉强打到城墙就算不错了 因此 为了更精准地摧毁敌人的防御攻势 中尸机最强大的工程器械出现了 那就是重力投尸机 不难看出 重力投尸机基本上 等同于放大的木棍投尸所 利用异端的重物和杠杆原理 加速吊锁上的弹丸 通过调整弹丸的释放尸机 这种重力投尸机 可以实现对射程的微调 而人类最早对弹道进行修正的努力 可能也是从投尸机开始的 早期修正投尸机弹道的方式 听上去比较惊悚 这种方式需要找一个人 抓住投尸机的布兜 这个倒霉弹要根据经验 在适当的时候放手 以此调整投尸的落点 当然了 也可以选择不放手 体验一把载人航天的感觉 时间很快来到十三世纪 蒙古人从宋朝那里 学到了火药的制作方法 并随着蒙古西征的步伐 迅速传播到欧洲各国 火炮诞生了 1339年火炮 GUN一词首次出现的英语 中 到了1453年 西方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奥斯曼围攻军事坦丁堡 土耳其人拉来了几十门火炮 其中就包含了知名的乌尔班大炮 这些早期的火炮 虽然威力比投尸机大了不少 但精度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仅如此 由于当时的铸造技术不过关 火炮的炮身还不能承受太大的压力 否则就会开裂炸糖 到这里 现代弹道学的三大分支出现了两个 第一个是怎么让炮弹命中目标的外弹道学 第二个则是研究如何让炮弹在炮管内加速 而不炸糖的内弹道学 至于目前还没提到的第三个 则是研究炮弹如何摧毁目标的终端弹道学 我们今天主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外弹道学的基础内容 这些知识并不能教会你如何打炮 但探索它们的过程 可能比火炮本身更有趣 想必大家也能看出来 对于火炮有两个指标尤为重要 第一是打得准 威力再大的火炮 如果打不中那就没有意义 第二则是打得远 因为炮兵本身是很脆弱的 战略价值又高 对于一支军队的指挥官来说 他们最好能够蹲在防线后面 打击远方的敌人 而不是冲锋在前 那么要如何让一门火炮 既能打得远又能打得准呢 答案就藏在外弹道学里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 弹道学这门学科终于在文艺复兴时期 从经验走向了理论 而这和物理学的蓬勃发展是分不开的 伽利略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这位17世纪的物理学家 有着现代科学之父的美名 1593年 伽利略成为威尼斯军邪库的顾问 运用他的物理学知识 来解决火炮的弹道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 他结合古希腊的典籍 重新发现了投掷物体运动的某些规律 并导出了弹丸运动的炮物线方程 1638年 伽利略建立了复合运动原理 利用该原理 他推导出了弹道轨迹的炮物线形式 我们就来按照伽利略的做法 在无阻力的情况下 根据运动的合成与分解 简单推导一下炮物线弹道的方程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炮弹的落点位置 X 因此首先就可以列出这个方程 X等于VX乘T X是炮弹的落点 VX是水平方向上的分速度 T是炮弹的飞行时间 这个式子中 右边的两个都是位置量 其中的VX比较容易得到 我们定义炮弹发射角度 和水平方向的夹角 也就是火炮的仰角为θ 假设炮弹出速V是已知的 利用三角函数 就可以得到VX等于V乘cosθ 同理VY等于V乘sinθ 现在我们就只剩下一个位置量 那就是炮弹的飞行时间T 而这里就要加入引力的概念 由于引力的存在 炮弹不会一直向上飞 在垂直方向上 炮弹的速度会均匀的减少 某一时刻 炮弹向上的速度为0 我们设这个时间为T1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另一个方程 V加GT1等于0 这里的G就是重力加速度 同样是一个场所 这里我们利用了T1 而不是T来表示时间 这是因为在上一个方程中 表现的只是炮弹飞行的上升过程 在没有空气阻力的情况下 另一半下降过程和它是对称的 所用时间也是一样的 于是将上书的所有方程 带入我们最初的式子 就导出了一个简单的等式 这个方程表明 在无足力的情况下 炮弹的落点 仅由炮弹的出速和发射角度决定 而且利用三角函数的特性 我们也能发现 在无空气阻力 且炮弹出速度固定的情况下 要让火炮打得最远 它的发射角度应当是45度 如果我们生活在真空中 外弹道学的讨论 基本上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但是伽利略同时发现 空气阻力会极大的影响炮弹落点 这是因为空气和炮弹之间的摩擦 会消耗炮弹的动能 让炮弹减速 从而导致炮弹的射程 比真空中更近一些 而要分析这一问题 则需要另一位先线的帮助 那就是艾萨克牛顿 在他最重要的著作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第二卷中 牛顿花了接近一半的篇幅 讨论外弹道学理论 然而 即使是牛顿这样的强者 也没能准确解决炮弹落点问题 不过幸好 牛顿还有另一项发明 那就是微积分 借助微积分这个工具 后世的科学家们 终于可以得到一套准确的方程 来描述炮弹在空气阻力下的行为 这是现在通行的 在二维平面内 描述炮弹指心运动的微分方程组 这个式子看上去虽然复杂了很多 而且加入了许多 华丽胡哨的微分符号 但本质上其实变化不大 为了防止大家看到数学公式倒头就睡 我们可以先除掉最下面的四个公式 这四个公式代表着力的合成与分解 我们在之前已经讨论过了 而最上面两个最长的公式 其实是同一个公式的变形 它们都表示炮弹的加速度变化情况 只是将它们分别将加速度 投影到了X轴和Y轴的方向上 所以你能看到第二个式子上 还减去了一个重力加速度计 显然炮弹在飞行的过程中 仅受到空气阻力和重力的作用 因此这两个最长的公式 本质上就是阻力公式 我们以第一个式子为例 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弹道系数 空气密度函数和空气阻力函数 其中的C是弹道系数 它表示的是弹丸本身的特征 例如形状 尺寸大小和质量等 显然它是一个乘数 而且它越小 对阻力的加成就越小 第二个部分的HY是空气密度函数 它反映了大气对炮弹飞行的影响 空气密度越小 炮弹所受到的摩擦力就越小 第三个部分的FV 则代表了空气阻力函数 19世纪末 锐利勋爵提出了阻力定律 对于炮弹来说 包括空气密度 炮弹速度和恒解面积 都是能够确定的 问题的关键就在最后面的 这个阻力系数上 实践研究表明 阻力系数是弹丸速度的函数 但它并不是弹丸速度的简单函数 在不同的因素范围内 弹丸受到的阻力来源不同 这就导致了它们的阻力系数不同 在亚因素范围内 空气阻力主要是由摩擦阻力带来的 而到了超因素时 摩擦阻力仅占总阻力的10% 这并不是因为摩擦阻力变小了 而是因为超声波引入了激波 造成了波动阻力 为了解决复杂的阻力系数问题 1943年 苏联人根据丰富的炮兵经验 推出了43年阻力定律 利用一些简单的经验公式 就可以在相当高的精度下 计算出炮弹的落点 这些公式非常简单 只有速度一个变量 例如下面的这个公式 就是炮弹出速 小于250米时的阻力公式 相比起计算量很大 但相对准确的数值积分法 这些经验公式的误差 在千分之六到千分之八之间 对于苏联人的炮兵集群来说 这意味着首轮骑射 就可以完成相当精确的火力覆盖 在中距离上 几乎不需要预先校舍 德国人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 就可能被十几公里以外的炮火 砸个正着 讨论完了空气阻力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参数要确定 那就是空气密度函数HY 它是弹丸当前所处的空气密度 和标准状态下空气密度之间的比值 显然这也是一个无量钢的参数 由于地球大气在不同高度的密度不同 这就导致空气密度函数变得十分复杂 在不同的高度 空气密度函数的数值会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大家对巴黎大炮有了解的话 就会知道 巴黎大炮的炮弹进入平流层以后 由于大气吸薄 受到的空气阻力会突然变小 而这也就是巴黎大炮能够达到100多千米射程的秘诀 因此 由于空气阻力的复杂影响 最大射程对应的最大射程角 不再是真空中的45度角 而是随弹丸口径和出速的不同 有着不小的差异 通过一些实战数据我们发现 不枪弹的最大射程角比45度要小 只有28到35度 而大口径远程火炮的最大射程角 却又可以达到55度以上 这又是为什么呢 通过对阻力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部枪弹全程都在最稠密的低空大气中飞行 但是因为射角小 弹丸直径小 飞行时间也短 空气阻力的影响反而较小 低角度反而可以飞行更远的距离 而大口径高出速的火炮 弹丸直径更大 空气阻力的影响就非常大了 要达到最大的射程 就要让炮弹在低空的时间尽量短 因此 这种火炮的弹道高度更高 弹丸可以很快穿过稠密的大气层 到达空气稀薄的高空 如果再进入平流层时 弹道倾角接近45度 套用无空气阻力时的结论 在平流层它会飞得更远 观察火炮的角度就会发现 它在地面的射角 就必定达于45度 通过前面的讨论 我们对外弹道学的基本内容 有了一个更简单的了解 而更复杂的问题 比如炮弹的飞行稳定性 以及地球自转对炮弹落点的影响 陷于篇幅就不再赘述了 不过呢 大家想必也发现一个漏洞 我们是把炮弹的出租 当作以质量来看待的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 在今天 我们有激光测距仪和测速雷达 测量一个飞行物的准确速度 和在高速公路上检查汽车是否超速 它们的原理是完全相同的 但在没有激光测速的18世纪 人们要如何测量炮弹的出速呢 这就要用一些间接的方法了 1742年 英国数学家本杰明·罗宾斯 发明了弹道摆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 能够准确测量子弹速度的装置 弹道摆的原理也十分的巧妙 它利用了摆动运工过程中的能量守恒 以及弹丸和重物之间的动量守恒 可以间接地精确测出弹丸的速度 弹道摆的底部是一个配重块 当时是用铁皮包裹木头做成的 当子弹射进配重块的时候 会造成配重块向上偏移 此时只要根据配重块上升的高度 就可以计算出嵌入弹丸的配重块的初始速度 并可以由此计算出弹丸的速度 到了19世纪末 随着电磁学的发展 弹道摆逐渐被布朗杰测速仪取代 而到了现代 我们甚至可以用激光测速等方式 实时测出炮弹的出速 到这里 我们对弹道学的了解 从原始人一直走到了1945年 而随着时间进入现代 1946年 美国的阿伯丁试验场的弹道研究所 人类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这就是爱尼阿克 而爱尼阿克这个名字 实际上是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的缩写 它是为美国陆军的火炮编制射表而设计的 前面我们说到 不同的炮弹和导弹 其空气动力学特征不同 而在现代 有了风洞和计算机等工具的辅助 我们已经可以设计出阻力更小 空气动力学特征更好的炮弹 而如何设计炮弹外形 这就是终端弹道学的内容了